好的兄弟们 我们的村民交易小屋已经全部都搞定了 外边还有我们的保镖在站岗 保护村民的安全 有了交易所之后 咱们就可以来打造装备了 目前我们所有的装备全部都有保护4的属性 但是没有耐久3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主要目标就是耐久3 还有剑上面的锋利5 现在有了村民交易所 我们交易特别方便 把这个工作台拆掉 然后再给它放上就可以刷新属性 这样的话特别方便 保护4 可以21克钻石 真便宜 这个保护4我们肯定要换一下 虽然说我们现在的整套装备全部都有保护4 但是我们以后的傀儡也需要保护属性 为了我们以后傀儡更好的装备 所以保护4这个东西我们需要换一下 来直接和它交易 好 那么接下来就要开始刷父母书了 我们争取把耐久3还有锋利5刷出来 有了锋利5之后咱们就可以去打坚守者了 坚守者掉落的东西咱们可以合成更强大的装备 哇力量5兄弟们 这也是一个顶级属性 弓箭上面的顶级属性 53颗绿宝石 太贵了吧 我们现在交易不起啊 但是我们要锁定一下这个交易列表 等我们之后有了更多的绿宝石再来交易 先去搞一些刚者做些纸来和它锁定一下这个交易列表 好力量5还在啊 先和它交易一下锁定一下列表 OK我们开始刷下一个图书管理员 效率5好东西啊兄弟们 我们现在这个效率5需要换一本啊 因为我们这个稿子还有这个斧头什么的都没有顶级的效率5 只有效率3还有效率4 所以这个效率5必须要拿一本 好的我们继续 我的天啊兄弟们 刷不到耐久3还有锋利5 不行啊兄弟们不刷了 刷的时间太长的话会耽误我们进度啊 我决定我们现在就要去挑战这个监守者了 但前提是我们打造更多的傀儡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监守傀儡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多做一些傀儡 虽然说我们现在做不起顶级的监守傀儡啊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铁傀儡或者是金傀儡又或者是铜傀儡 只要数量多我们群殴一个监守者应该没有问题 毕竟好虎还架不住狼多呢是吧 我们现在下矿去搞一些铁什么的 我们家里边的铁应该是不多了 我家里边的铁只有4个那肯定要下矿了 那好话不多说我们先下矿 刚下矿看到头钻石 我们先挖一些垫脚方块啊 我们现在这个层高比较低 钻石比较多 但是铁比较少 钻石多也不是一些坏事啊 先把我们的保镖放下来 我们去挖钻石 不用管啊 有保镖的话我们就可以安心的挖矿了 不用担心被僵尸打扰 先把这一头钻石挖掉 看下有多少 哇15个 可以啊兄弟们 这十云三十真的好 看下还有没有 铁什么的都可以啊 哇我这保镖真的是战斗力爆表 太牛了 那这苦力怕老师奔着我来 来配合一下 你一刀我一刀 我一刀 哎可以 这边有铁啊 把铁挖一下 这边又看到钻石了 这一次钻石好多呀 现在已经19颗了 铁呢 怎么全部都是钻石 这边还有 哇这钻石已经挖了很多了 这边还有 可以可以 多挖一点 钻石来得越多越好 层高比较高的情况下 这个铁和铜比较多 但层高比较低 这个铁就比较稀有了 大多都是青青石 还有红石 还有钻石 哇这边好大呀兄弟们 哎傀儡和小黑打了起来 哇三刀秒一个小黑 他的战斗力比我强啊兄弟们 这边是一个巨型矿洞 我已经看到了很多的铁 下面还有很多钻石 哎可以兄弟们 多挖一点啊 把这边挖完咱们就回去 哎我到傀儡直接下去了 别急呀 上面还有很多东西 上来保护我大哥 别下去 等会先把它召唤上来 给我上来 OK上来了 我们把这个矿洞里边 所有的矿物挖完 咱们就上去了 不管是铜还是铁 还是钻石 全部都要带回去啊 现在的铜已经有很多了 但是铁不太多啊 只有一丢丢 不过有保镖 而且这个矿洞比较大 我们应该可以挖到很多很多 来看一下我们的收获啊 四组铜 两组铁钉 还有黄金还有钻石 挖了很多啊 我们在回家的途中呢 看到了一个村庄 这个村庄离我们家不太远 这边有很多的干草块 刚好我们可以补充 拨我们家里边的食物库存 来把这干草块全部都入回家 好 我们来多做些熔炉 把所有的矿全部都烧了 烧了矿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做很多傀儡了 把所有的熔炉都摆在这边吧 哎呦 我们家里边的矿有很多啊 但是煤炭不多了呀 忘记挖煤炭了 哎呦 家里边应该还有些羊毛啊 把这些羊毛拿来烧一下 黑色羊毛 白色羊毛 全部都可以烧 这样吧兄弟们 我们先把家里边的农作物收一下 然后当我们去挖一些煤炭 反正这一矿需要烧很长时间 我们去挖一些煤炭也可以 挖那些煤炭 虽然说不是很多 但是能解燃煤之极 我们先把这个矿烧一下 趁这个时间呢 我们可以挖一些粘土 做一些傀儡的胚胎 我们这一次应该要做很多的傀儡 所以呢 这个粘土需要多挖一些 我们需要做很多的傀儡胚胎 24个胚胎 全部都做了吧 我们现在来切割一下这个胚胎啊 哎 铁哥 干什么 爱的魔力上圈圈吗 啊 我想下去的吧 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四个人形傀儡 然后再加三个大型傀儡 加上我们家里边这一个 一共是八个傀儡 八个傀儡打一千手折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 好 就这样决定了啊 四个人形傀儡 三个大型傀儡 来做一下 好的 准备完毕 四个人形傀儡 还有三个大型傀儡 那么制作的材料 我觉得就用铁吧 因为这个铁的防御力更高一点 铜的话没有什么作用 我们直接用铁来做吧 把配料放在铁针里边 然后呢 我们把铁放上就可以做了 铁不够了要求的吗 所以只能做三个人形傀儡 还有三个大型傀儡了 只能这样了 我们先把这个人形傀儡来合成一下 驱干 手臂 再加一个腿 合成人形傀儡 OK 继续 三个已经搞定 接下来呢 就是大型傀儡 来吧 大型傀儡也刚好是三个啊 加上我们家里边的一共七个 七个也够啊 我觉得七个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来吧 大型傀儡 哎 大型傀儡不是这样做吗 难道需要两个手臂啊 也不对啊 等会儿兄弟们 我去查一下 大型傀儡需要这样做 需要两个手臂 那我们的材料不够呀 兄弟们 我们的铁只剩下了21个 那我们现在还差四个手臂 怎么办 完了 真不够了 话说铜的手臂 再加铁的身序能不能呀 我们来试一下啊 先来打造一下铜的手臂 可以做啊 但是能不能合在一起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但是也有可能 试一下 先把这个躯干放上去 然后两个手臂 再加一个腿 哦 这样都可以啊 它一个手臂的颜色不一样 那行啊兄弟们 可以就行 那好兄弟们 三个人型傀儡 还有三个大型傀儡 已经全部都制作完毕了 接下来呢 咱们就可以带着它 去打坚守者了 先让它们在这边别动啊 把这个大型傀儡也放下 这个人型傀儡是可以穿到装备的 我们要给这个人型傀儡穿一下装备啊 我这个大型铁傀儡 和原版的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它是听力于我 它是我的保镖啊 来吧 把家里边所有的装备 全部都给这个傀儡穿上 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做一些铁装备啊 钻石装备 我是真舍不得呀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傀儡 全部都是我们的赶死队 就算是死亡 对我们来说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牺牲 因为都是一些铁做的 不值钱啊 如果是我们的坚守傀儡 那就不能了 所以就随便穿点吧 武器也需要啊 来吧 人手一把盗宝剑 再来随便给他们 做一些铁装备就好了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带上傀儡 出发远古城 去挑战坚守者